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在影片中提到的 为了诈领保险金与情妇一起对丈夫下毒手 而引起韩国社会公愤的这个魔鬼妻子 终于被逮捕了 4月16号上午12点25分 韩国人川警方在李某父亲的协助说服下 成功在韩国高阳市的珠商大楼 逮捕了妻子李某、情妇、曹某这堆狗 虽然说是妻子李某父亲的协助说服下逮捕的 但是韩国网友们都不买这个单 这绝对不是自首,一点都不可以原谅 这其受不如的家伙们 好好调查一下 父母是什么时候开始就知道女儿的隐身处 是不是协助隐匿了 都知道藏在哪里了 一开始还对媒体说 自己的女儿不可能会做那种事 真的太傻眼了 你看都带了情侣帽 他们是不是有事先演练 被逮捕的话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拜托公开长相吧 不要再说什么人不人权了 现在应该会为了减少量刑 拼命的动脑筋吧 所以对于家人的说服自首要不要减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能给受爱者的家人们合理的判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终于合体的推宁文 美国家中时间4月16号 西野在Kochella表演了孙乐舞台 在西野舞台结束 全场一片黑暗后 现场突然想起 Vega Chesa那个前奏 同时舞台上出现了四个人的身影 推宁文完全体现身了 推宁文完全体的现身 让全场以及看直播的 全世界的粉丝们都疯狂了 超帅 果然是推宁文 拜托再合体吧 推宁文登场的时候 我也不知不觉的叫出来了 超帅 哇 还是能撕掉舞台 踏踏的头发也回来了 名机真的好棒 我又不是推宁文粉丝 为什么会流泪呢 因为在2015年12月 满满舞台之后 这是时隔6年4个月的完全体舞台 所以真的真的让粉丝们都很感动 真心的希望 这个Kochella舞台只是个前奏 马上就会有副歌出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演唱会 惊慌的澎谈舞台 上个礼拜 在澎谈酸胆演唱会途中 皮丢给粉丝的花束 被退回来慌张的样子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丢给粉丝花束 哦 被退回来了 嗯 怎么回事 其实是这样的 粉丝将花束丢上了舞台 让保安传达给V 保安传达给V 皮以为是要自己把花束丢给粉丝 所以就 黑一声后丢过去了 粉丝又丢给了皮 皮瞳孔地震 粉丝们大喊 For you for you 这才明白得不易 收到花束的V 用这个花束来告白了全世界的粉丝们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